而从昨天晚间到今天晚间 历经已经即将买24个小时的基态建设 连续必塌陷的事件 目前已经影响到旁边的民宅住户无家可归了 我们为观众朋友来整理 从昨天发生了整个民宅倒塌 一楼变成B1 二楼变成一楼 现在这些住户无家可归 我们待您看到的是 其实案发的工地基态建设的工地 现在已经是满目疮痍 而旁边这联动的所有的住户 现在连夜来撤离 而且影响到的住户 基本上已经有五栋房屋五栋公寓了 而最为严重的就是这个标在第五号的 就是下沉一户 不过随着市府的公务局紧急派遣了灌江车辆 希望能够来稳定当地的地址 不晓得当地的房屋还有持续下线的情况吗 我们现场交给记者何冠逸 冠逸请说 好那我们持续来带您关注台北市大直街 这边房屋倾倒的这个现场 那么今天晚间的最新情况 可以看到旁边的工程车都还在进行灌江作业 可以看到其实他们这灌江作业 必须要进行到一定的程度 稳定地基之后 他们才有办法来进行下一个动作 那么刚刚根据现场的人员表示 他们可能大概礼拜六评估之后 可能到一定程度之后 有可能会先来评估看看 有没有办法让双号的这些民众 先暂时回到这个家里面 那么最快礼拜天 有可能就可以回去住了 但是可能还是要一度的评估安全 才有办法来做决定 不过根据这个记事工会稍稍说法 他们表示可能要到礼拜日 这个灌江作业才会结束 因此还要再另外拼花的安全性 但是现在看起来 像是这个94项一栋一号这户 也就是变成一楼变成B1的这一栋 它的毁损程度是最严重的 那么一定是要整栋拆掉 至于旁边这些3579号 同样都是受灾的 那么之后还要再进一步的评估 但是还是有很大的机会 可能要进行拆除作业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今天这个机态建设 他们也发布了这个重大讯息 就提到了 这个公司是在第一时间要求停工 而且也同时进行相关的措施 包含像是安顿受灾住户等等 并且也会全力进行灌江 来稳定这些工地 防止灾害过大 而他们也提到了本次的意外 公司是会相关的责任 是完全不会进行任何的推卸 也会对这个受灾户来进行最大的慰问 关怀还有协助安置 不过其实在今天下午就传出了 这个建商的动作 真的是令人匪夷所思 就是因为这个建商 他们有给这个住户慰问金 一户大概是五万元左右 而市府还有的社会局 则是一户六千 但是建商的慰问金里面 居然还夹杂了一个合作新建的意象书 让这个住户 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生气 我们的房子才刚倒下来 你怎么在第一天就给我们 这个合作新建意象书呢 怎么会在这个时间点 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奇怪 不过呢 刚刚有提到就是因为必须要拆除重建 这个机态建设也表示 他们会全力协助 但是重建成本是多少 目前专家计算认为可能要上看 五亿元 那么以上是来自现场的最新情形 将时间尽头 先交换给棚内主播 好确实哦 关义刚刚也有特别提到的 刚刚才见到自己的家园倒塌 住都住不成了 而现在就提及改建 恐怕这一些灾民们的心情 也是非常的不好受 而如果有更多的最新讯息 我们也请关义在现场 为我们持续来掌握 而就是我们带观众朋友来关注到的 就是目前呢 附近的住家大约上百户都已经撤离 三百多人被紧急安置 而让这些住户错愕的事 在昨天晚间 根本来不及收拾任何的东西 就被通知要离开 而很多住户欲哭无泪的事 自己的家园顿时成为了地下室 什么东西都来不及拿 而且有民众呢 在这可是住了二三十年 一夕之间家园没了 欲哭无泪 晚上七八点回到家 看到住家外不大对劲 七号半夜十一点多 被临时通知断水断电 连行李都来不及打包 就得通通撤离 家庭人都确认 都出来 可是我从包都没拿手机也没拿 有民众紧急想回家 拿孩子的健保卡也被拦下 不好意思 我拿到天保板那帮 没事 我跟你讲可以补卡 不用担心 我们要补卡这件事情 我还有其他东西还没拿 你们族软都说不上 我们根本速度不测啊 民众又气又无奈 报一早不少受災户赶回现场 想拿点重要物品 事吧当下没人来得及通知 还有这位受灾户吕阿姨 住在94巷后半段 晚上九点多接到撤离通知 家中一样被停水停电 三个孩子原先都睡了 也赶紧被叫起床 小朋友听到也紧急的大喊 房子要倒了 很紧张 因为大家 我们还有小朋友啊 他们都在睡觉了 就赶快叫他们起床了 赶快要离开了 尽管不是倾斜受灾第一排 但看着自己的起床 可能受到影响 不止鸡皮疙瘩 眼眶也泛起泪水 你77年住到现在 三四五年了 难怪他们仓房的走了 我在看他们房间 我就知道他们仓房的走 民众担心周遭一百户地基 连带影响 附近房价未来也会受影响 北市府预估三天后 会再通知住户回来拿物品 责责问题也会协助民众求偿 律师也说除了民事求偿 也能跟主管机关提出申请 让北市府进行列管 甚至直接勒令主攻 TVB的新闻 新闻想听一台报道 而非常多住户不能理解的是 其实在事发之前 早就有蛛丝马迹可循 7月之前呢 当时机态建设还没有再进行 连续避开挖的施工 可是当时呢 就有部分的住户说 发现他们的房子出现了倾斜 甚至呢 一楼的铁窗弯曲变形 同时呢 这个管委会也在住户的门口贴公告 告诉他们 其实房子已经出现倾斜 特别提醒相对高楼层的住户 如果家中呢 房屋倾斜 有发现不对的情况 要来及时通报 而且我们的记者实地去观察 他们先前住户 也有跟议员来投诉说 公寓的大门铁门下面 根本无法贴其地面了 怀疑整个地平都有问题 而且同时公寓一楼的左边窗户 墙面也是弯曲 金简裂缝 所以现在呢 当时这些种种的投诉 虽然藉由明代向北市府反应 可是北市府那时候请来土木济师 来判定 认为这跟建案的新建 是没有正相关的关系 那么住户现在就质疑 是不是在冷处理呢 而现在家园没了 究竟这些住户 要如何提高 维护自己的权益 就网红律师在网路上表示 这些住户除了可以告建商之外 包含了市政府营造的建筑师 可能都有机会被列为共同被告 台北大直街94项整排40年的公寓 昨天晚上发生严重倾斜已经下线 场面很恐怖 网红律师 杨律师就发文指出 除了倾斜下沉 那栋民宅必须拆掉重盖 建商自己正在盖的 已经很高的那栋楼也要拆掉 而邻近的每栋民宅 也可能得照办理 即使在建筑法令免拆范围内 也会有巨额损害赔偿 虽然基态是上市公司 但不知道现在的资产负债是多少 因此未来不只要告建设公司 也要把建案负责人 建筑师 结构技师等列为共同被告 再加上本案成情多次 因此认为台北市府也有过失 也要列为共同被告 才比较确定购赔 而确实这起事件呢 也是蒋市府上任以来 最大的公共安全危害事件了 而昨天事件一发生时呢 却是基态建设的工地主任 跑到旁边的这些社区 告知住户赶快下来 因为楼要塌了 当时呢他们就已经发现 已经开始出现异状 大约在傍晚时分呢 5到6栋的楼房已经开始倾斜 而且呢甚至有目击者说 7点钟的时候工地已经出现巨响 附近的人员开始疏散 而直到8点34分 跑到现场再进一步疏散所有的民众 而到了10点15分副市长李四川紧急赶到大直的现场作证 而到了10点49分 这惊人的一幕也被我们的新闻镜头记录下来 民宅的大楼直接下陷一层 直接垂直下架 一楼变成了地下室 而11点钟蒋万安来到现场了 而今天呢蒋市长其实三度回到现场 甚至说如果机态建设它没有办法负起完全的责任 在台北市的四处工地就别想动工了 而现在外界就在猜测 究竟机态建设的基地开挖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那么目前呢有初步的工程专家认为 怀疑是在连续必失作的时候 由于当地的土质松软 所以呢影响到了整个结构性的安全 整条马路玩如强震过后的场景崩塌了一大片 怪手加紧填土才能准备进行后续的清除作业 但怎么会发生如此严重的坍塌意外 这处工地建案酿成了不只房屋塌陷 甚至整个马路都是坍塌的状态 相关单位来到现场勘察之后 初步研判应该和连续必工程 以及地址改善工程脱不了关系 这处都跟建案除了进行连续必的工程 也因为土壤过于松散 正在进行地址改良 土木济师除不了解 连续必疑似是全面崩坏 失去挡土功能 导致大范围崩塌 连续必是混泥土墙 作用是阻挡水滴渗透 以及抵抗侧向土壤的压力 让工程可以顺利并且安全地进行 这次坍塌的意外 等于是连续必失去作用 因为崩塌范围太大 加上杂物都还没有清除 只能初步勘察 但相关单位也说 会酿成如此严重的坍塌 不会是单一原因 过去的施工状况也要一一检视 后续还有很多很复杂 可能说拿他们相关 之前设计的资料 施工的资料 然后施工过程中 监测的一些相关的数据 才可以去判断 那到底发生什么问题 不过无论是什么原因 怎么会先疏散工人 半小时之后才告知居民 建商恐怕都脱不了责任 毕竟正在建设住宅 却让更多人无家可归 TVBS全成员公英特别报道 好 基带建设的工地出纸漏 导致民宅现在全部塌陷 三百多人无家可归 如此重大的公安事故 到底哪里出问题 究竟是不是地质 还是施作的工程品质呢 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现场的专家 也是我们的气象局 前地震中心的主任 郭凯文博士来到现场 博士我们跟线上的朋友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好 博士其实这个事件呢 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而且特别是 大家都在思考说 究竟为什么会发生类似的事件 而先前呢 其实有很多报道说 整个台北藤地 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是这个土壤 异化的浅势区 而这一次涉及的地方 算是高危险区吗 对 那个这一次 那个发生案发的那个地点 在那个 北安路 对 就是在那个大直路94项 对 那个位置是绿色的 就是说在那个土壤异化的 那个浅势里面 它是那个算是最低风险的 就是最安全的那个区域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很奇怪 说那个为什么那个 在低风险的检视区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 土壤的这个异化的这个情形 那我们先来检视一下 那个整个台北盆地 大概哪些地方是容易那个 就是前 高风险区 其实高风险区 大家会发现它 其实是在那个 比较台北市的淡黄区 好像都是蛮精华的地方 对 在淡黄区 在那个板桥 还有在那个台北火车站 在那个 就是沿着那个 淡水河的那个两岸 就是比较早开发 那我们知道台北城 刚开始早开发的时候 他们都是会选取水 或者组织 方便的地方 比较坚实的那个地方 去建成 他们不会选在一个烂泥巴的地方 建成 都是在选择在土质 比较坚实 比较硬一点 好的地方去盖 所以在那个土壤液化的 那个风险最高的区域 是在淡黄区 然后接着就是黄色 是中等风险 然后你会发现在这个绿色 绿色有两种可能 第一个它就是已经是在 靠近盆地的这个边缘 它其实下面就是基盘 就是坚硬的那个岩石 不是陈基务 不是松阮的陈基务 它是岩石 那另外有一个 就是它是在那个 在基隆河的这个影响的这个范围内 那我们这一次事发的地点 它是其实它是两个因素都有 它是一个又很靠近岩盘 然后第二个它这个过去是基隆河 那个结婉取值的一个位置 所以它其实下面都是烂泥巴 都是烂泥巴 所以反而不是这个土壤液化的问题 而是它本身先天不良吗 其实大家碰到这个问题想说 我们就把它想到土壤液化 其实土壤液化是一个相反的观念 土壤液化是在沙尘的这个土壤 才会土壤液化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地层是六公尺 那这六公尺里面都是比较好的沙子 然后这个沙子跟那个水 大概各一半 然后激烈的摇晃 地震来的时候激烈的摇晃 水跟沙就分开了 那这个水很快就跑掉了 就从缝隙跑掉 然后这个所以整个地层 就会露出三公尺的这个空隙 那有时候整排的这个房子 就会土壤液化就倒下来 所以原来是因为这个土壤液化之后 这个土壤里面的水跟泥沙分层 然后水又流走出现空洞 房子才会倒塌 但今天这个情况其实并不是 那个土壤液化只会发生在 比较好的那个沙子 就比较粗的在沙尘 在烂泥巴里面是不可能会有 有土壤液化的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那个 土壤液化的那个图去查 说它很安全 并不是地质调查所分析错了 而是它因为它这边根本是烂泥巴 烂泥巴本来就是像西方一样 这样子软软的 它怎么会可能土壤液化 但是烂烂的这个土壤 就可能会从那个连续壁的那个下面 就是把那个 你开挖了以后 它就从下面会涌上来 因为它是软的 它本来就是软的 是 所以其实这一次 老师刚刚其实先前有跟我们提到 跟当地的这个地质 跟这个土壤是有非常非常大关系的 不过现在大家也很担心 整个大直地区 大家都说以前基隆河是这样子节湾取值的 所以这边的地质环境跟条件 都是类似这样的情况吗 对 我们看一下 是 我这边有一个图 就是台北市地质剖面的那个图 那这个图要怎么看呢 它这张是一个索引 我们有那个 NS1跟那个 就是NS1就是南北向 南北向 NS1就是从我们这次事发的那个地点 北南路到101的部分 对 就是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事发的地点 然后一直往下到那个101的那个位置 所以这个剖面图更可以清楚看到 南北向的这个剖面 这是第一条 然后南北向的在整个这个地质图里面 它台北喷地里面 它有NS1、NS2、NS3 有三条剖面 NS1就是这次事发的地点 到台北101 那NS2 是就是走那个淡水河的那个东岸 就是在台北这一侧 就有经过那个 就一些进华区 就是大同区、中山区 那个中正区、万华区 就是一直到永和 就是那个也是开发比较早的 然后另外那个NS3 是走那个新北 就是走那个 从淡水河 然后到卢州 然后到三重新庄板桥 这条红色的线 我们台北有三条河流 就是有大岸溪 那个新电溪 那这个汇河以后变成那个淡水河 然后再那个 再加入那个基隆河 那基隆河其实在那个 咖啡色这一条 NS这一条 对那个在捷湾取值 那个之前那个 其实那它的两岸都是烂泥巴 就是基隆河里面 带下来的成绩度是最细的 那南边的那两条河 它带来的沙子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们看一下NS1的那个 剖面图 究竟它的这个地层的含量 是怎么样 对 对 因为这个我们看这个 一般的土壤浅示图 我们只知道高风险 低风险中风险 可是我们不了解 只知道风险 不晓得里头的土值 到底是怎么样 对 老师请说明 好 那这个图就是那个 就是NS1的那个剖面 然后在那个在北安路这边 这一侧 就是这一侧 对 那个这边就是 第二个剖面就是事发的地点 就是在我们这里 NHB13这一个 对对对 在这里 它其实离那个基盘已经很近 这不同的颜色 就是就是不同底下的那个盐盘 那那个就是这个的话 就是基盘 是绿色的部分 对绿色或黄色 其实是五颜六色的 就是就是基盘 然后那个我们看那个沉积物 它有两种颜色 是 沉积物灰色跟黄色的话 就是松软的沉积物 其他五颜六色 比较鲜艳的色彩 它是盐盘 那灰色的 是叫做那个泥质的那个黏土 就是粉沙质黏土 粉沙质黏土 就是烂泥巴 就是就是就是最细的 那黄色的话 就比较沙质比较多 那所以黄色的部分才有可能发生土壤易化 如果是那个粉沙质的那个黏土 就是像我们这次的事发地点 它都没有黄色 就完全一颗沙都没有 它全部都是软烂的那个泥巴 所以它没有什么承载力 就是说而且最近雨水又比较多 它整个整个就是一团那个像软泥这样子 确实 因为今天其实郭老师也带我们来重新来检视 虽然整个台北市都是土壤易化的浅市区 但是呢土壤易化浅市区要出现地层下陷 危害到房屋的安全 其实有一些条件的 就像刚刚老师说的地震摇晃 让这个水跟土分离 然后水又流走出现了空洞 而这一次今天的基态建设发生这样的事件呢 老师也从这个剖面图当中 清楚的但我们知道里面是这个粉沙质土 就是土质像烂泥巴一样 所以其实我们线上有很多朋友都在问说 那这样的土地适合建屋吗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尽量不要在这样的土质上面建屋 或者是买房的时候要避开这样的土壤环境 可能就是不经一世不长一世 就是说我们过去地质调查的时候 发一些那个活动断层 我们那时候只是叫老百姓说 如果你家住在断层上这样子好吗 所以要避开那个活动断层 就在活动断层的两侧 大概几公尺的范围内必要去盖房子 然后后来又想到说 那地震的时候可能会发生土壤易化 然后地质调查的时候很认真做了很多钻探 然后去分析那个土壤易化的浅势 那结果他分析的结果 照国外的城市那些拿来分析的结果 反而分析说我们台北市的那个 台北盆地的淡王区板桥 还有市中心火车站那一带 反而是比较容易那个土壤易化的 但是事实上 我们台北盆地因为有使用地下水 所以其实表面的话那个根本 没有什么水分了 根本没有水 那个就是沙子就是沙子 其实反而是比较坚实的那个地盘 所以也不是说地质调查所调查的那个 那个分析有错误 他讲的那个土壤易化的确就是 有那个比较多的那个沙子成分在那里 那其实也是今天发生了这个事情 才知道说 那原来那个 我们以前认为说 那个就是土壤易化的那个 那个低潜市区 低风险区 那个其实可能并不是真的那么适合盖房子 因为我们讲说 如果吃基隆河的那个影响的那个范围 那全部都是烂泥巴 那烂泥巴你那个连续壁 也许都挡不住那个旁边的那个泥 从那个就是工地的那个地区 穿过那个连续壁的底下从那边涌出来 那如果说你把房子真的盖在那个盆地的边缘 我们台北盆地的定义是 那个海拔20公尺以下 那其实20公尺 你就会发现说那旁边就是山区了 那边又是最容易发生土石流 因为下雨的时候 那个山区的那个水就不断的那个冲泄下来 大概也不会说住在刚好住在山旁边 所以其实这个图我们也是说经过这一次 就是经过一市长一致 但是大家不要说今天音乐废斯 因为连续壁是一个很好的工法 连续壁它可以挖很深 它比如说我们要做那个地下要有六层的停车场 一定要做连续壁 那连续壁是一个很好的工法 那可以挖得比较深一点 但是那个连续壁其实在我们高 就是土壤易化高浅市区 事实上是可以做的 它是因为沙子 沙子台就不会像烂泥巴这样子跑出来 是的 对我们谢谢博士的分析 确实整个台北市部分的地区都是这个土壤易化的浅市区 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像类似像老师刚刚所说的 这种比较像是烂泥巴一样的土质 如果说建商在盖在往下挖的时候 可以先了解当地的这个土质 并且公开监测或者是政府在营建方面有更多的要求 要去改良土质 是不是可以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 我觉得可能我们或许大家都不知道 那个比较烂的泥巴会造成这么大的灾害 但是我觉得其实是可以预警的 就是说因为你当你这样做出现问题 旁边的那个邻居已经有一点轻微的 最轻微的邻损一刚开始的时候 跟建商讲 那建商就应该去做那个灌浆 就是灌水泥把那个烂泥巴把它固化 所以其实他没有在第一时间 及时做一个补浆的那个措施 就有点措施良机 确实我们谢谢博士的分析还有探讨 也是这一次基台建设的整体的这个事故 就像博士刚刚所说的 当地的这个土壤是类似于烂泥巴先天不良 而后天呢对于发生已经有蛛丝马迹的时候 有没有及时反应呢 现在也要来厘清 但是整体来说台湾地就这么少 而且人口又十分的稠密 对于营建的规范来说 又会碰到很多天灾地震的挑战 是不是要更加的小心呢 值得大家共同来注意 我们谢谢博士的分析 好其实我们带观众朋友来观察到的是 其实不止台北的基台建设出包 现在花莲又有民众叫苦连天 因为隔壁建案在施工灌泥浆 结果泥浆跑进自家的地下室 好好的店面变得像工地 外面下雨屋内淹打水 这个你们把这里封住 然后水直接全部流流流 从这里全部从这里灌进来 雨气中满满无奈大家总动员来清理 一旦污水退去地面通通是水泥 东部西部痕迹 看在业者烟里超级不满 轻轻放开篮球像清斜面滚动 藏在地面中的污水管都被弄断了 飘出的恶臭味实在动不掉 进到厕所里墙壁出现一个 至少宽十公分的裂痕 而工地内有钢梁支撑 可是施工进行中也不断抽水 担心造成更严重下陷 这里就在花莲市区光复街上 一处地下一层地上九层楼高工地 邻近的住户商家发现 从去年十月开挖动工后 问题陆续冒出来 不只严重倾斜 最靠建建安基地的墙出现 又深又长裂痕 直到十二月二十五号反应建商 就是水管被拉断 然后我们才开始就很明显 注意到这个房子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 所以我们一定会要求 他们做这个鉴定 然后也也请他们两兆双方 去做一个相关的协调跟调除 目前建商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线 会与挪会主动追踪 进入评委会后祭出停工处分 不过对店家来说 拉坏的管线过了半年多 迟迟没有休耗导致厕所无法使用 连带生意备受影响 台北新闻高中 我是春花莲采访报道